一年前他踩單車 無論衣食住行都堅決不幫襯地產商 反對一小撮超級富豪 壟斷社會上大部分財富 一毫子都賺到盡 一年後他仍然踩單車 堅持這份信念 凍飲加一文 凍飲是不是加一文 凍檸茶 已經叫了B 會去多了齊餐廳 和一些特色的小的餐廳 不過他們就不在商場 亦都不在亂所 我覺得這個轉變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 不容易 不過收穫都很大 因為發掘了很多特別的食物 還有發現原來都 我的生活質素沒有降低 不會說很多餐廳都去不了 但我又找到很多選擇 所以其實都一樣吃得很開心 除了改變生活方式 這一年他積極舉辦活動 亦籌備成立組織 希望換起更多人關注 阿Ling本身開出版社 是組織的核心成員之一 這一天和龐一鳴一起 趁聖誕節來臨舉辦活動 呼籲市民過一個 不幫襯地產商的聖誕 包括聖誕禮物 你見到其實是一個聖誕食物 它是來自一間社企 叫做社區二手店 我想大部份的香港人 都覺得這個地產辦公室很不容易 但一向就不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個 爭取什麼或做什麼 因為人的力量好像不是渺小 雖然我也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微細 到底可以做什麼 但認識了龐生之後 就明白了一件事 雖然我們每人的力量很細 但只要多些人一起集合這個力量 就可以改變社會 首先不要說改變社會 而是令社會會關注這件事 阿Ling現在下街買東西 都不會光顧連鎖店 回顧自己過去一年的努力 龐一鳴形容自己的生活過得很有意義 不過他坦然地產霸權這一年變本加厲 但他不認為自己白費心機 社會實在 可能霸權運動變得嚴重了 但人的意識又不同了 例如阿水屋事件 大家不會純粹停留在單一的事件 然後馬上說 地產霸權 我們要參加小店鋪 他們有這個意識去提升到整個社會問題 而不是一件事 總之我覺得意識的教育 我不盡他做 其他就讓他自己修成正確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道